前不久 法国尼斯市政委员会 在尼斯授予中国演员刘叶 荣誉市民称号 以促进尼斯与中国的友谊及文化交流 要知道 荣誉市民是尼斯市政府的最高荣誉 以往的获得者都是对尼斯 做过很大贡献的艺术家 政治家 而刘叶则是荣誉市民行列中 唯一一位中国演员 厉害了我的歌 当然成为尼斯市荣誉公民 并不代表刘叶加入法国国籍 刘叶与尼斯的缘分 不得不说就是刘叶与安娜的缘分 日常的恩爱简直不要太多 各种场合各种地方都可以亲亲亲 去了安娜之后 刘叶可以说是担负起中法民间文化交流的桥梁 2016年 刘叶被任命为蓝色海岸旅游大使 同年 法国干纳著名酒店卡尔顿洲际酒店 宣布推出以刘叶命名的个性化套房 这是这个酒店第一个 案的唯一一个以亚洲男演员命名的套房 可以说 刘叶在法国代表了中国演员的形象 而刘叶在微博上也不遗余力地展现了 自己对老婆家乡的美的发现 两个娃也加入到宣传行列 所以 现在秀恩爱的最高级别 就是不仅爱对方 还互相爱对方的家乡 是吗 不仅爱对方的家乡 不仅爱对方的家乡 不仅爱对方的家乡